近日,随着赌王的离世,不少赌王生前的故事又被网友们一一扒出了,震撼的发家史再加上风流的情史,网友们实在是吃瓜停不下来啊,精彩程度更是堪比电视剧, 而认为其中最隐秘的故事,莫过于为了赌王做修女的神秘女子了,著名的才子黄瞻与赌王何鸿燊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,黄瞻更加称赞赌王为香港风云人物当中最有人味的人, 所以看出来赌王的为人是非常令人敬佩的,而赌王也向好友黄瞻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, 年轻时候的赌王样貌出众,大大的眼睛,浓密的眉毛,流畅的脸情,趁着他的气质非凡, 再聪明的头脑,努力上进,从而赢得了不少女孩子的爱慕,而年纪轻轻的赌王将所有的钱用来投资自己, 攻自己读书,唯一的兴趣就是打台球,随之而来的战争打破了赌王本应该风平浪静的生活, 凭借着一口流利的英文不卑不亢的态度,日本的一位商人摘很意见对他颇为赞赏, 成功的招揽了赌王为他工作,由此赌王的传奇人生正式开演, 工作能力极强的何鸿燊在就到公司不久之后就急受老板的重视, 派他押运货物,谁知道半路却遇到了劫匪,劫匪用枪指着赌王的鼻梁, 不仅抢夺了钱财还将赌王的衣服给剥光了,这些挫折并没有打击赌王, 反而让他更加的强大,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,赌王很快的就赚到了钱, 崛起势头过快的赌王自然就引起了澳门低头舍的不满, 赌王也被迫的将重要的产业转移了,除了发家史之外, 赌王的感情生活也一直被大家所关注的, 何鸿燊更将最私密的情史讲给了黄瞻听, 在赌王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女人是极为特殊的, 那是一个重要的纺织品的合作,为了谈成这一单深意, 赌王甚至特地跑去日本表达自己的诚意, 由是这样却也只能够拿到5%的限额, 赌王万分苦恼之际只能够利用自己的美色, 打入到敌人的内部,那么第一步就是从女秘书入手, 而面对俊朗非凡的赌王, 女秘书也是早就暗许芳心了, 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不停的偷看,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,这位女秘书就是领事的千金, 赌王的搭档曾经暗自送了领事千金一块手表, 被脸向他解释是赌王的心意, 满怀欣喜的千金马上就向自己的父亲请求与赌王合作, 帮助他顺利谈成了生意, 而这一切赌王却毫无知情, 只当是自己的成仙打动了领事官员, 生意谈成之后的赌王也就回到了澳门, 而痴心一片的领事千金却难以忘记赌王, 以至于四处去寻找赌王的消息, 而后千金才发现, 赌王早就已经娶了妻子, 还生了孩子,家庭十分幸福, 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千金就一病不寝了, 经过多方的医治, 千金的身体慢慢好转, 在病狱之后心晦意冷的千金执意去做修女, 自此立志教书育人, 正式投入到了教育的行业, 时间一晃而过, 二十年之后千金带领着自己的学生来到了澳门, 旧情难忘的他依然忍不住去探望自己的心上人, 见了面的两个人仿佛是穿越了时间, 回到了二十年前初见的日子, 让人动容, 赌王面对前来探望的他的旧情人, 心中更满是懊悔了, 在后来接受黄真采访的时候, 才把心中的秘密给揭开了, 坦言有一个唯一对不住的女人, 想来便是这个与他缘分上寝的千金了, 众所周知, 赌王共有四位太太, 原配妻子是当时驻有澳门第一美人之称的李婉华, 年轻时候的何鸿燊凭借着俊朗的外表过人才华, 很快便俘获了李婉华的芳心, 相伴度过了十几年恩爱如初的美好时光, 直到李婉华因病整天卧床不起, 何鸿燊便又娶了小他十四岁的蓝琼英, 因为二太太蓝琼英五级出众, 就被赌王带着出入到各种的社交场所, 逐渐的取代了李婉华当初的位置, 然而恰逢蓝琼英出国之时, 大太太李婉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 将自己的私人护士推给了丈夫何鸿燊做三房, 但不想好久不长, 迎娶三房太太陈婉珍仅仅六个月的时间, 何鸿燊便与文工团出身的梁安琪邂后了, 想必赌王是非常喜欢会跳舞的女人的, 不久梁安琪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赌王四太, 赌王何鸿燊虽然风流多情, 但是却有情有义, 对每一位太太都是用心用情的, 抛开她的风流运势的话, 她在商业上的成功, 再对国家的贡献也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, 赌王传奇的一生已经落下帷幕, 希望何老先生一路走好。